哈囉大家好,我是HXSHOW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歐陸戰爭6 1914 那我會介紹這部作品呢也是因為 遺色在這部作品上面其實進步了非常大 一些在以往的續作呢 都會產生的問題呢 在這一部呢 基本上就是全面的改善了 那我首先呢就先講一下主畫面 我唯一可以講改善的部分 就是這個雲存檔 以往的這些雲端存檔呢 基本上就是裝飾用 要不然就是有時候可以有時候不行 非常的麻煩 然後這一次呢 他成功的把雲端存檔做得非常好 不管是上傳還是下載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呢 這裡分為戰役征服歷史 那麼呢 最好打的 就是征服模式 不過征服模式要花的時間 相對戰役來說是非常久的 那麼歷史是最難的 歷史就是給你一個時間走 然後呢其中有幾個可以打 那麼呢其實都非常的難 特別是像 日俄戰爭這一場 基本上 沒有一定實力是打不贏的 所以說呢 而且這裡還有一些後面的 不曉得他之後會是新增 還是再重出一款遊戲 這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呢我只能說呢 他這一次做得非常出彩 因為呢這個歷史也是不一定要打 不過打了之後呢 好像也沒什麼東西來著 然後他新增這條歷史線 也是讓一些在遊戲裡面想要獲得一些歷史知識的人 能夠獲得歷史知識 因為你點進去的話 這些都會跟你講一下大概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戰役的也是 那麼歷史呢我是不建議 個人是不建議新手直接進來打的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呢 這次我推薦不是從征服開始打 而從戰役的第一張 那麼這次戰役呢一共有十張 從第一張的美國南北戰爭 第二張的德意志帝國 然後呢第三張呢 撒謊 第四張的俄圖曼圖爾旗 第五張的英國海上霸權 第六張的奧匈帝國 第七張的歐洲火腰桶 歐洲火腰桶呢其實就是各個 那個巴爾幹國家 各種巴爾幹國家的奮鬥 所以呢 他並不是單止一個國家 然後第八張的則是巴爾幹修斯保加利亞 第九張的是法國勝利的曙光 可是除了法國以外我記得好像 還毀了一些其他國家進去 對在勝利的曙光裡面還有一些 是屬於美國遠征軍的股市 那麼最後一張就是亞平尼年的崛起 那亞平尼年的崛起呢 最後一張呢 則是特別的難 比起其他張來說難度是整個上去的 然後呢我不知道為什麼亞平尼的崛起會有一個 澳大利亞人跟 英國人去打 那個阿圖曼土耳其跟德國 那麼 這不是亞平尼的崛起嗎 甚至連戰場都不在亞平尼半島 呵呵 這些有點奇怪了 那麼呢 這一次的降臨呢 相比於像歐陸戰爭4來說呢 歐陸戰爭4的降臨是非常難取得 但是這一次的降臨不會非常難取得 那特別是這個在早期就可以獲得十強傑克遜 這位十強傑克遜呢 會是你往後的大幫手 甚至說你不用特別去換 祭兵的傑潘斯諾維奇 是傑潘諾維奇 對不起 我的口誤 呵呵 你不用特別去換 你只要把傑潘斯諺練起來 你的祭兵基本上就穩了 那老毛其實也是他會送的 這一祭呢 其實就是 你只要打通主線 就會送蠻多降臨的 所以你不用特別去練 唯一要特別去練的呢 反而是泡兵 因為呢在泡兵裡面呢 他送的其實不是很多 你古拉斯二世 我新登堡 貝斯樂都是我用買的 所以呢你需要買的是泡兵 因為在泡兵指揮官部分呢 實際上是沒有什麼人可以用的 那麼所以你會需要是泡兵 那麼像我呢 我一開始是買碧斯麥 原因是因為 我真的很喜歡碧斯麥這位宰相 那麼如果是各位的話呢 我推薦你們第一隻買貝斯樂 貝斯樂呢 本身他的3D翻越屬性呢 可以讓你克服複雜地形 泡擊其他敵人 所以說呢 你如果選貝斯樂的話呢 你在前期會有很大的優勢 然後在後期的時候 因為你把它練起來了 你就可以用貝斯樂輕鬆的 然後對敵方的各種要塞 或是中甲單位進行砲擊 那我忌兵呢 我剛剛就說過 只要史強傑克遜 劍上你練起來 他本身就自帶5個技能 在第一張美國戰役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到了 所以呢 基本上 你忌兵不用太大擔心 那麼步兵呢 我長期使用碧斯麥 那麼呢 前面的 尤里巫斯格蘭特呢 他也是一個非常強的一個象徵 那麼在前期呢 他也是你的好幫手 一樣是戰役中可以獲得 那麼呢 如果說你要買的話 我建議買 羅伯特里 羅伯特里呢 他是全部都是步兵技能 然後呢 如果你沒有特別想要換的話 其實他這樣打也可以 然後 我給他的裝備是 加血量的 讓他在戰場上面 變成一個 肉盾型坦克的存在 用步兵去當坦克 那麼這種步兵坦克呢 最大用途就是 清掉對面的砲兵 跟 摧毀敵方比較薄弱的 就是 機兵隊 那麼 柏洛耶維奇當然也可以 可是呢 他算比較便宜 但是他的屬性 沒有 羅伯特里那麼好 我覺得個人認為啦 那麼 如果你有什麼建議的話 或是想法 你也可以留在底下 或者是 你就單純照你想要買的國家 可能你喜歡英國 你就 把 到格拉斯黑格也給買起來了 不過 到格拉斯黑格我個人沒有很喜歡啦 當然 這款遊戲呢 海軍並不是很重要 因為大部分的海戰呢 你只要 照著規矩打 照著進度打 接著讓你海戰 不會需要什麼 海軍部隊 然後海軍部隊他自然送的也就 藍色的了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去買 前期一開始就會送人一隻大衛法拉古特 不過這一隻實在是 出場機會有點少 前期就拿來電折用而已 那麼呢 這一次呢 南北戰爭呢 他的主 他又分 像是他的主線關卡 就分成兩種了 一種是藍色主線關卡 然後 還有一種是紅色挑戰關卡 挑戰關卡就是在你打通 一個章節的主線之後 都會跳出來的 那主線關卡呢 裡面有 藍色的跟 這種有星星的 橘色的戰衣 那差別在哪裡呢 你只要打通藍色的這個章節 就算過關了 你黃色的可以不用急著去打他 你就可以結束了 所以說呢 你可以再打到後面幾個章節之後 再回來打 黃色章節 那這一次其實 不會很難 基本上呢 第一章你可以直接開 裡面有一個 自動通關 你就可以直接打過了 就在這邊 然後呢 你只要開啟這個Auto 然後呢 點掉之後呢 他就會自動戰鬥 那麼自動戰鬥呢 唯一一個缺點就是說呢 你必須 呃 看著他走 不過呢 這也不算是缺點啦 因為畢竟你自己打你也是要自己走嘛 那敵人的部分你就可以跳過了 然後他就會自己自己繼續打 就算第一章會非常簡單 你不用進行任何操作 你都可以直接打過 好 看你只要上回来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实上它并不算是太难 它也没有特别去刁难你 那么挑战关卡就不一样 挑战关卡实际上是非常的难 就是你可以想象把奥陆战争4或5那种难度直接带入 就是那种你根本就没办法打到后面的那种感觉 那么这一次我把它全部打完了 也就表示说呢 它其实非常的简单的 它不像以往几届就是故意要搞死你 然后呢将领很难拿什么的 这一届的将领非常好拿 勋章了你每日登录或是点取右下角这个补给箱呢 都可以 左下角这个补给箱呢 都可以有非常大的收获 或者是说呢 你直接跑去 打征服 打1816 1865 194 1917的征服呢 都可以拿到不少的东西 至于呢 征服呢 它也分成征服剧本跟征服挑战 征服挑战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会是在 你打通了几个其中几个剧本之后呢 把它的那些任务 开错了 把它的任务全部解完之后呢 它就会开启三针剧本 那么 征服 征服挑战跟征服 征服剧本是白了 征服挑战可是后来的 那征服挑战呢 也就相当的难了一点 地图也稍微扩大了一点 那么征服剧本就非常简单 大赢之后呢 就会有奖励 那么呢 一星二星三星 国家的那个挑战呢 其实也不会算是太难 台面有会告诉你说 稍微看一下吧 台面有会告诉你说 哪个 你选哪个阵影 你看 困难 或者说 普通 应该还有简单 我怎么会简单 等一下 哦简单有了 所以呢 你可以选择简单的上去打 这样子的话呢 你也不用感受到太大压力 就慢慢这样打过去就好了 所以这一座相对来说呢 可以比较休闲的打 或者是说呢 你打起来的 不会像是前几个版本那样子 那么吃力 或者是说呢 打不过的无力感追 或者是三游戏 那么 这一届呢 最主要你的金钱的部分 会拿来训练 早期会拿来训练 后期你可以拿来一些物品 或者是提升你的将领 早期训练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训练提升的攻击力 跟防御力 其实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永久的增加 而且也不是单一在 呈现在将领上面 是各个部队的属性增加 所以呢 推荐给大家刚开始的时候 今天来去训练 勋章留下来换一些有用的将领 那么呢 增幅呢 在这边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S剩A剩其实并不是太难 那么呢 也大概就是像这样子啦 基本上就是 没有什么难的 只要稍微打一下就可以过 那么这一届 这一次的AI呢 相对来说提升了很多 它不会就是 在那边不晓得干嘛 它会进攻 然后会防守 然后会先挑一些 比较好打的 像我现在这个1815好了 我选的罗马尼亚 那么呢 我其他盟友会先集中攻击 奥匈帝国 或者是在我旁边的这些霸干国家 所以实际上来说 这一届的 不管是AI游玩性 或者是说困难度呢 都稍微调整了一下 喜欢依色那种困难版本的人 再通过了一般的 给大家玩的那种耳少写衣版 之后呢 你一样 可以获得 你想要挑战依色难度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只想要进来滑个水 打打看这个游戏的话呢 或是喜欢战略 单纯喜欢战略游戏 想要体验的话呢 那种也没有问题 有简单的征服剧本 或是一些主线的征服剧本 可以让你打 那所以我说呢 这一次依色它的那个 这一届游戏的表现性 其实非常好的 它整体来说呢 难的难 简单的简单 你想要单纯玩的也可以 想要挑战依色的那种难度也可以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一款游戏 那么如果各位呢 有什么 如果关卡打不过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也可以帮大家打打看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教程 那么我是AdmoorAdshow 我们下期再见